大家好,繼續回到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有事想問,我們把機會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 或者給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亦是郭Sir在旁邊跟我們聊天 郭Sir你好 你好 等嘉賓亦打來之前,跟郭Sir聊一聊 近來都說十一黃金周都來 會否有什麼板塊都可以給我們提示 或者有沒有東西可以跟進 郭Sir,會否豪島股都可以留意 因為見到德銀、大行方面都調查了澳門17間酒店 發現有14間酒店 在10月3日至5日期間,全部都購買了房間 而當中的價錢來講,繼續很貴 有三、四千元一間房間 另外,除了人流方面又有衝勁 也說接下來十月份的毛博彩收入 也繼續闖入歷史新高 預測到320億澳門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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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博彩股和其他的零售相關的股份來講 其實是不能夠混為一體的 就算你沒有什麼十一黃金周 你澳門的博彩稅收 每個月都是不斷的敏步上升的 就算不是什麼大節都好 你平時去澳門一些賭場看看 其實那些人流是多得很重要的 換句話來講 本身澳門的博彩股份 本身已經具備了持續上升的條件 就是博彩稅收上升 餐飲那裡也是相當好 而且住宿、休閒、消費等等 都在人流帶動之下不斷地增長 這個支持到的股價不是中短期 是中長期持續向上行 直到政策改變為止 不過我覺得暫時應該不會有這個憂慮 反而其他的零售股真的未必會受惠 我總是覺得每個星期每個月 一有休閒的時間去澳門 博彩也好去娛樂也好 的人是樂意不絕的 其實你走到酒店裡 walk in 走進去拿房 很大程度上你是拿不到的 但是來到零售的辦法 反而完全不同 如果你了解到一些人的心態 就知道 他帶著10萬元20萬去澳門 去換籌碼 去推出去 那個心態其實是純粹是博彩的 但是你叫拿著20萬的現金 去金色店或者是轉介的店 去買手錶也好 買轉介也好 他一次就買了就算了 他不會天天去買 但是如果有能力去博彩的話 性格所屬 他真的次次澳門都會去博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時間的意思 還有有沒有能力這樣做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說要11黃金周 買一些股份 真的有一個博彩 或者有一個炒作的條件的話 始終離不開博彩股 但是近期來說 很多博彩股已經升了很多的了 如果你在現在高追的話 一旦大股有少少反覆 或者有少少回套的藉口出來的話 其實股價作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這個機會是相當高的 所以買之餘 一定要扣緊安全帶 就是定低止賺的位置 或者止蝕的位置 事實上近期來說已經升了太多太多了 好 稍後再跟進一些 豪都股方面的情況 現在聽聽電話 唐先生是嗎 是 你好唐先生 我想問是868 哦 有沒有貨 有啊 有40006.68購買的 OK 好 那它現在分賊 對它有貨利 想不想馬上賣掉它 OK 868信義玻璃 現價方面是6.99 跌1.7% 它分賊是太陽能玻璃義務上市的 公司以實物方式分派股份上市 如何補出這個股份呢 前景方面如何分析 我想暫時來說 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去分拆新的業務上市 只是將新業務這一塊在分拆過程當中 將它的價值能夠體會出來 就是這樣 如果你買了的話 唯一擔心就是整個大市本身 是處於一個 深厚技術上的消化和整固之中 定低的指站位就比較好些 這一分鐘暫時來說 初步的阻力是一個星期來的高位 7.1號而止 如果再向上走的話 可能要試一試7.3號半 但技術上來說 由於早前在高台上面 已經是下降了一陣 回頭看起來 技術上有些輕輕向下移的形態 幸好就是低位去到6.8元 防守性暫時來說都不差 如果你是現在這一分鐘6.6元錢買 需不需要定指站位 就3號指比較難定 你可以暫時定在6.8毫半 其實是很敏的 大家小心點 因為一轉6.8的話 技術上回市6.6的機會是存在的 但是太大的風險 這一分鐘我就看不到了 不過技術上來說 由於成交比較小 如果你要大幅度上升 似乎暫時來說 在氣氛比較淡薄之下 又好像不是那麼容易見得到 暫時初步的阻力是7.1毫半到7.2元 技術上 如果給指站位 如果真的要比較 我會提供6.8毫半 你作個參考 如果拿著4,000股數量不是太大 其實不需要太過擔心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嗎 唐先生 沒有了 好 多謝先 下一位是王小姐 謝謝 你好 我想問你 我想現在買民生銀行 得不得這些位置 沒有貨 我打算中檢前 好 明白 9.5號3號 下跌了1毛6子 之前那些大行說 都有一個衝勁在這裏 最主要就是和我們一班方面 有一個合作 搞一些網上的金融 木工價方面 都會調升成10% 那怎樣部署民行呢 其實民行在這幾年 這段時期 都需要在市場上 籌集650億人民幣的資金 去填補它一級資本充足率 不夠那個幣端 阿里巴巴的合作 就會有一點點憧憬 因為始終來講 都是市場一直找藉口炒作 但是早前的低位上到現在的水平 上升的幅度已經比較多了 如果你作一個技術上的短炒 就要留意了 近日來講 去到大概9.8到9.9左右 技術上有個雙頂擺在這裏 這個可能要攻破的話 還要看市場的動力 和它本身的交途 能不能夠配合而定 初步的支持就在9.4元錢 如果不跌穿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如果穿了9.4元 下一個防守性的據點 將會退守到9.2元錢 即是這個高位和這個技術上的低位 幾毫子的上上下下 做短炒來說 對9.9元錢的股票來說 是很困難和很辛苦的一件事 如果你現在這一分鐘問我 可不可以買的話 我覺得暫時觀望比較好 因為由低位上來 由7個多元錢到現在9個多元錢 已經升了30多% 要買大把機會去買 如果你要去高台上 在現在這分鐘買 我問問你是中線還是短線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一跌穿9.2元就要止蝕了 你能不能做到 做得到這三毛錢的風險 承擔了它 賣一點點沒什麼所謂 因為短期暫時的阻力 都仍在9.9元錢的水平 直到大市真的有新一輪的突破 而上的時間 才會有新的動力 現在這一分鐘 是屬於聲喉的整固之中 最重要的是9.4元錢的支持 一旦有失 技術上來說 也會跌穿這條短期的上升軌 客人來說 恐怕9.2元的支持 不單會受考驗 跌穿也不出奇 小心點 黃小姐可以嗎 好 謝謝 先謝謝黃小姐你的電話 郭Sir 我們剛剛聽電話之前 都說了很多股方面的前景 因為昨天來說 都看到好幾隻股份都創我上市新高 分別就是永利、澳伯、美宮梅和金沙都一起創新高 今天暫時有個輕名回吐 怎樣部署 發現往往公佈一個博彩收入時 都有一陣炒作 加上黃金周都正在來 而且有大行說唱好它 怎樣看未來的數字 因為都可以看回一些分析 例如8月份 中倒桌的收入來講 按年增加四乘四 最主要都是受惠旅客的增長 還有最主要他們最低的倒桌消費 都按年增長有50% 這個趨勢一直都會上路 郭Sir 怎樣部署豪賭股 一直都是向前走 直到政策改變為止 因為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中央在政策方面 仍然還是全力支持澳門特區經濟的發展 你看澳門的博彩稅收不斷上升 證明了內地的遊客去澳門 休閒也好 博彩也好 或者消費也好 仍然還是不斷提升的 這是支持了整個行業 處於一個穩步增長之中的 的確如是 但是技術上來講 近期的博彩股 在早前的低位到現在 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只不過整個大市沒有太大的方向 就算指數升到23,500點左右的水平 都是比較個別性一些 翻為一些比較傳統的熱門股份 大部分都是原地踏步 基金經理 老實說他們為求表現的時間 哪個板塊是受追捧 哪個板塊熱的話 一定是穿在那個板塊 大家一起去追 造就了股價的聲勢 是較如其翁為大 唯一要說的是 既然政策仍然支持澳門特區經濟發展 在一個數據支持之下 整個板塊仍然還是有機會 咬著高台等著逐步逐步趨上 你問我來到現在這一刻 怎樣暴注呢 真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好像 舉個例子 好像銀魚那樣 6月25日當日 曾經一度見過 34、35元 撞到水平 去到近期的高位 56元 短短的 三個月多一點的時間 股價已經升了 20多元 相對成60多 70% 是 本身的基本因素還是好 但股價始終走得太快 如果你要買的話 最好就做兩手 甚至三手的準備 不調整的 或者沒有調整的勢頭出來的話 股價仍然咬著高台 逐步向上推升 絕對不出奇 一旦突破56元 再見58甚至60 都仍然有機會 但萬一股價有少少反復的話 其回調的幅度 不是2、3元那麼簡單 可能是10元、8元 這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最好就分階段慢慢買 作一個中線少少的部署 如果你說來到現在這一分鐘買的話 就考慮自己的持貨能力和能耐 最好就不要太大手 如果純粹短炒 以現在銀魚53.6元錢 你真的買進去 你當然是上網56元 或者高一點 沒有問題的 問問自己 一旦不對板 回頭 或者跌穿某個防守性支持的時間 你什麼價格下車呢 因為現在這一刻 它已經碰到10天平均移動線 一旦跌穿10天線 意味著明顯的調整可能會加大 小心點 謝謝郭Sir 立即和大家跟進 就是一眾豪島股方面的情況 銀行月落跌接近2% 跌1.05元 最新報在53.5毫 澳博跌2毫 新郎博價跌1.7% 最新報在79.6毫 會議澳門跌超過1.2% 金沙中國跌1.5% 美高梅就升 五星3毫 最新報在24.6毫 看完博彩股方面的情況 我們看看家庭觀眾 發給我們的email 郭Sir 這位是關太 想買郭Sir編號811的新華文軒 他說這隻股份 想了解前景 想去買少許 暫時未有貨 現價方面跌2千 去到4.06元 怎樣佈這位新華文軒 新華文軒的業務是經營圖書 或者影音那類的 其實也有一些教育 一些書籍的出版 比較文學性 股值真的不算高 6倍市盈率 6倍市盈率 有9來的股息 以往績來說 股價的表現也不差 一直都是穩步的 逐步逐步向上攀升 如果你不介意少少反覆的話 就分階段慢慢買 這一分鐘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是4元 一旦有失的話 技術上下一個支持位 可能會退手到3.8到3.9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不是一個炒作的股份 如果中長線持有的話 分階段買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這一分鐘正是回補 早前衛落下的下降裂口 不過動力方面 不是那麼配合 所以聲勢可能會良為受阻 小心點 OK 好了 多謝阿關太你的email 現在不如先聽聽電話 我們電話旁邊陳先生 你好 兩位 你好 陳先生 郭先生 我想問問 那隻751 那個花旗 將他的目標價降到3.5號7 你認為是否真的前景那麼淡呢 OK 陳先生 再看 蔡英宋 本身你有沒有掌握 沒有 我就是想入 見他這樣說法 我又不敢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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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股價方面 暫時升4千步3.81 唱得很淡的 說到無理會有變差等等 如果真的去到3.5號幾 相對現在來說 還有大約10%左右 你看看技術上的表現 如果3.5號幾 剛剛好是一個比較 具防守性支持區域 你看看早前的低位 最低都見到3.4 3.5 左右的水平 如果股價來到這個區域 我覺得買回一點點 問題不大 因為家電股 或者電視機 各樣東西的板塊 都是內需的板塊 如果未來要維持經濟增長 我剛才提到 城鎮化計劃是不可缺少的 一個城鎮化計劃推出來 不是說百萬 說千萬個 是以億計的 這些人或者農民 去二、三線城市 買了家屋 家屋什麼都沒有 是清水流 你都要燈飾 都要電視機 電飯煲等等 最基本最基本 你都需要有 所以我覺得 未來家電股 會是內需板塊 其中一個 值得去中線持有的 一個組合 如果你說去到三個半 左眼水平 真的見到 儘量買一點 問題就不大 大行的報告 參考就沒什麼所謂 但如果大行的報告好的 你就跟著買 不好的 你跟著沽 很多時候的結果 都不需要我多說 你都要記得 是怎樣的 最重要的是 實際的環境 既然有龐大的政策 在啟動的話 TCL多媒體 或者是創維 這些 在組合裏 買一些放在這裏 問題不大 OK 多謝先行 希望都可以幫到你 OK 郭Sir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都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 就是全日總結的環節 和大家跟進 就是港股整日的表現 郭Sir到新報先說 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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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